那麼我們現在要來看就是說在選情 這個什麼開口閉口 都總是台灣 我是台灣人 台灣鄉親走 台灣一定贏 什麼都是台灣 選後呢 還要不要台灣 來我們來看VCR 競選口號朗朗上口 馬英九從選前講到選後 台灣一定要大步向前行 這是馬英九的競選主軸 強化他愛台灣的形象 我是第一代的台灣人對不對啊 我這一生一世都是台灣人 我不在台灣出生 我未來會葬在台灣 我燒成輝都是台灣人 馬英九開口閉口都是台灣 強調雖然在香港出生 但在台灣長大 自己就算燒成輝都是台灣人 但怎麼現在就職紀念郵票 卻不想印上台灣兩個字 也難怪民進黨立委氣呼呼的 要馬英九聽聽這首歌 要對外勇敢說出母親的名字是台灣 民黨立委要馬英九愛台灣 可不是選舉造勢場合 說說而已 已經選了 還沒掉了765萬票 那麼到底選前的台灣選後 還是不是那個台灣 那麼就職對這個印紀念的郵票 但是郵票台灣郵政是不行的 以後要中華郵政 真的是台灣嗎 來我們再來看VCR 2008馬蕭當選 依照往例發行政部總統紀念郵票 是天經地義 台灣郵政公司把這個構想 向即將上任的總統報告 得到的答案竟然是 中華郵政公司 它有給馬蕭辦公室一份 有關第12任總統副總統 就職紀念郵票的設計稿 那我們在看過以後 覺得裡面有一些文字用語 還有一些合法性的一些爭議 我們就決定 這個部分會洽請中華郵政公司 那麼來暫緩發行 2000年扁旅就任的紀念郵票上 寫著中華郵政 在中華郵政改名之後 2008年馬蕭的紀念郵票 將改寫成台灣郵政 馬英九蕭萬長有疑慮 認為可能涉及更改國號 更認為台灣郵政的改名程序 沒有完成 因此決定退貨 到現在郵電司法 集合法裡面 還是中華郵政 他們是強行罷告的 隨便就在更引 就好像是一個人有他的學名 正式的名稱 他經常不用正式的名稱 隨便叫他小明 然後小明叫久了 他原來就是他的一個學名 一個正式名 好 OK 現在我們看這個VCR 我不知道說 先請教一下葉委員 到底台灣是 其目中是不是小明 選了台灣的名字有變成嗎 這就是他們的心態 台灣是小明 台灣就是小明 台灣就是小明 他們就是大明 台灣如果要照顧這個名 在我們這裡用台灣的歷史比 用中華民國 不知道多幾倍 用台灣已經用幾百年 有幾百年了吧 應該是四百年 以前叫做台灣 台灣 大元 大元 幾百年叫做小明 他們的中華民國 讓他們自己選他們 說他們現在這麼九十幾年 他們那個才是真名 他們那個才是大明 這個心態上 我們就很不以為然 加雄 我們不反對說 他們就不想成任台灣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點受騙的感覺 我覺得這人跟我們 卡住人來跟我們說 那就騙票的感覺 好好好 算去之前跟我們說 台灣最正行 台灣一定贏 台灣要什麼 台灣要更好 好 來 結果酸料 說到台灣 好像 孤單不對 孤單見不得人 今天他用這個法 他現在是說你法 好 他今天用法 我們來說法好了 他今天用法 我們有很多法可以說 他說的所謂的法 就是郵政事法 但是郵政事法是要用他的 這個特許 來規範他的特許行業 這個特許的項目 他就是要規範他的名字 他這個名字是用 公司法來規範的 那公司法呢 129條 他公司的名稱是由 公司的章程來制定 那公司的章程呢 公司法227條 又說他可以變更 章程的變更是董事會變更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說一個公司 現在中華郵政變成台灣郵政 然後以前叫做中華郵政 他公司化後 一個公司就可以改他的名字 哪有什麼不行 他有哪個地方不合法 來來來來 我還可以舉例 我還可以舉例 有同樣也是這樣變更名字的 譬如說有一家叫做 中央再保險公司 他也一樣是 他成立了這家保險公司以後 然後再廢掉立法院的這個 這個組織條例的那個法 就是說 他還是可以先把那個名字 公司法通過了以後 他這個再來再來變更 近前 民進黨在要把這個 中華郵政跟這個台灣郵政 國民黨說 這意識形態 這 又花人民的稅金 這不應該開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開 我們還 至少我們還拿出理由來 我們拿出來的理由是 為了國家的利益 什麼利益 我們的郵票處理到五國 我們說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結果我們被我們沒怕 票一下 嚇到中國 現在為了台灣的國家利益 我們花了一條錢 應該要看 結果咧 現在咧 把這些原則再拿回來 他自己呢 要不要花錢 有沒有意思型態 我們現在很清楚 他說 他選情化的台灣 一定要台灣向前行 那 他們其實也是堅持中國國 應該是這樣 現在我們也是一樣 台灣向前行 台灣一定行 其實我們是堅持 是中華民國 國家這個名字 那你不要選擇 哪會不會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我們還是選中華民國 台灣 就是我的意思說 我們是站在台灣這塊土地 但是我們的國民 還是叫中華民國 來來 其實 其實一間公司的改名 本來就是依照公司法 我要說的是 郵政司法這個部分 其實是公司已經改名之後 然後他相關的程序法令 要配合修正 但是現在就變成說 因為國民黨在也 他雖然是在也 可是他多數 但是他多數會卡住 郵政司法 變成程序性的修法 配套 也變得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我要說的是 過去八年 到底誰的這間 是國民黨的這間 民進黨的這間 一個這間 連國營事業都沒辦法改變 這是什麼道理 我要說的是 選前 他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既然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那為什麼 你個人的就職郵票上 那麼排斥台灣這兩個字 選前你把台灣台灣整天 喊得肉麻稀稀 選後馬上一刀割 我要問 如果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那請問中華民國是什麼 所以說這個問題很清楚 你今天 馬英九如果說 如果今天 選後馬上在台灣 這個意識形態上做文章 我就要質疑了 你選前一直講 拼民生 顧經濟 把意識形態擺兩旁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問題馬上浮現 而且是國民黨自己點出來 就是說 因為馬英九先生 當選總統 一定要印那種 就職紀念郵票 結果他講的是 我們不印 為什麼 因為那叫台灣郵政 所以台灣郵政 他沒辦法接受 他說一定要中華 我現在在我選前聽到的 都總是台灣米 台灣水 台灣土 台灣人 台灣一定走 台灣向前走 但是選後說台灣郵政 他沒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檢驗 我現在檢驗的 也不是只有這個名稱而已 我是覺得那個時代 不是重要 就是說 他說全民總統 到底做得到 他心裡是不是這樣想 所以 就是我剛剛講 他做這個事情 做得不夠細緻 因為剛選完 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再來 慢慢再來出去 我就覺得 就是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那時候 兩千 兩千 九十六年 二月二十八號 二月八號 如果成立美總統 一直說要改名 就改了對不對 後來就把布條拉上來 就一直 布幕拉下來 就改了 就台灣郵政 如果你覺得那個很粗暴 如果你覺得那個很粗暴 你現在再把同樣的方式 再把它弄下來 你是不是也告訴大家 說勝利了 我勝利了 我把它改回來 那同樣是不是同樣粗暴 就是說 他就成王敗寇 就我認為在這個處理方式 必須要細緻 OK 等一下